我們布施得到了福 的福德 有的因為發心很大 即使他布施的東西也很微薄 但是他的發心很大很清淨 那麼他得到了福德也比較大 有的東西不一定很微妙 但是他種的田很肥 所以福田大得到大福德 有的發心不怎麼樣 但是所示的東西非常殊勝 非常寶貴得到了福德 所以得福的大小 有的從心 從物 從田 那麼從心大得福 我們布施 也得呢 如四等心 四等心就是慈悲犧牲 慈無量心 就是以慈無量 他不是慈悲某一個人兩個人這樣 他是無量的慈 這樣心當然是大了 另外呢 就是念佛善昧 以身師父 像這樣名為心大的大功德 所以布施 所以布施 布施當然我們可以像一般的 起善念來布施 另外一種呢 就是跟釘相應的布施 比如說跟禪定相應的布施 我們 比如說 在 早晚課的時候 我們出家中都會出食 出食 就去給其他的 惡鬼道的眾生出食 但是你出食的時候 事實上這個米粒在七粒而已 對不對 七粒的布施 鳥吃得飽嗎 鳥都吃不飽啊 是不是 但是這個七粒的布施 事實上他是要做一些觀想 觀想 所以如果說我們的布施 能夠跟釘相應的話 那個布施的 福德也大 所以布施可以 一般清靈的心的布施 跟戒相應的布施 跟釘相應的布施 後面還會提到 跟般若的智慧相應的布施 那福德更大 跟般若空慧相應的布施 即使他布施的東西不多 但是般若他沒有陷害 他是無量無邊 像這樣就是從心大的福德大 那福田 你起悲心也得福德 起恭敬心 來供養敬田 或者起悲心 或是在悲田當中 都可以得福德 敬田如這裡所舉的例子 就是阿育王 阿蘇嘉王就是阿育王 阿育王他之前 之前前生 他還是小孩子的時候 跟著另外一個童子 兩個人在那邊 玩沙圖 做宮殿 那種種的遊戲 其實他是認為這是他的 他發心 很歡喜 覺得說這個食物 要供養佛 佛也歡喜接受 那由於他有發的心 另外呢 佛的福田也大 特別是佛的福田大 所以之後阿育王他能夠 統治印度 他也非常複製佛法 再來就是從妙悟德 如一女人 他酒醉的時候 結果他把七寶陰弱 布施給佳瑟佛塔 這還不是佳瑟佛 他是給塔而已 如果是佛的話 佛的福田也大 因為七寶陰弱 妙無難得 以福德故 三十三天 因為他是酒醉 所以他不是心特別大 他是妙無